你看,中央對那個有好嗎? 中央有可能要買這間教會 讓他在這裡煮火 我們怎麼搬去北京教會 搬去新的地方 我們要蓋一個教會 我們要蓋這個教會時 中央是每天幫你打,每天幫你命 你知道嗎? 沒有,你蓋教會 對他這樣有好嗎? 說這間教會怎麼要送他 叫我去跟他說 結果他在說是 他說要五千塊 中央如果送他五千塊 他就離開現在這個教會 他說你給他幾個五千人 他說只要停車 我就停四、五百台車 我知道,聽不聽 我知道,他現在有兩百多人 女生和我八大 你聽到嗎? 女生和我八大 他要拚到五千 有可能 上天晚上來 跟他送到總裁有可能 所以我要跟他說信心 信心 我要再說這個信心 一定要跟你的生命相配 你所說的話 一定要跟你的信心怎樣? 相配 好,來 所以我再說一次 你一定要為心門戳呢? 你如果沒辦法戳 你家裡的人來信心的時候 你可能在生命上可能要調整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我叫上帝幫助我們 我們要做門徒 我可以告訴你 你要知道什麼叫門徒 你的書面和他上是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 你有勾勵 所有人 你一定會過什麼生活 健康的生活 你要操練什麼? 我們順序 要有距離 要殷勤的工作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如果做一個門徒 你要不斷地更新而變化 要有新的想法 要有新的意念 要有什麼? 新的看見 常常在更新 對不對? 而且要將自己奉獻上給神 你毫無保留的奉上給神 而且你要知道 你如果要 你是聖節的 你是聖節的 神就會聖化你 一定會讓你經過什麼? 火鍊 你如果沒有火鍊 絕對沒有聖節 所以我告訴你 這要告訴你 這件事 就是你是被呼召的 呼召是一輩子的事情 不是說我現在被呼召 下個月怎樣? 沒有被呼召 我剛才有一個無數 他現在沒在做無數 我說他現在沒在做無數 他告訴我 有無數 做兵也有時間 三年到就結束了 沒有 這件事也有二十年而已 有沒有 我說 放這個 學生看得到嗎? 其實我們不是這樣 你如果被呼召成為神的門徒 你一輩子要做什麼? 神的門徒 你一輩子是被呼召來當門徒 你就學習當什麼? 當門徒 然後你好好的做一個神的門徒 你會發現到神會很祝福你 你會發現 等你做門徒之後 你請你看 你的行李會做得更好 因為你的氣質和神的關係 後來你會改變你的生活 對不對? 請問你 你這個人會充滿喜樂嗎? 會不會想法觀念不一樣的 不用自己回中心的時候 別人會不會很喜歡你? 會 會 你的生意會不會很熱 就是你說這個 其實這種的困難 在困難做生意是有夠好 其實本來就是這樣 請問你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人都被淘汰 被淘汰 你看看 為什麼 我真的想不到 有很多東西 以前你知道嗎? YKK拉鍊 你知道嗎? YKK拉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YKK拉鍊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在這裡做 所以基本上不用YKK拉鍊 你知道嗎? 來 請問你 你看看 有很多東西被淘汰 你知道嗎? 來 你看看 我說一個 請問你 黑上氣水你現在在喝嗎? 有 有 蛤? 你都喝什麼這麼多? 我已經知道 每十年都喝過黑上氣水了吧 以前小孩都喝什麼氣水 黑上氣水嘛 黑上氣水知道一堆 你知道嗎? 以前一支黑上氣水的白要三百萬 你知道嗎? 現在黑上氣水的白一支多少? 要三人都喝的 你看 這有 對嗎? 現在 可樂有比較好喝嗎? 我拿著看 連卡 對嗎? 我就說 好像 東西 好像越來越新 很多東西會變成西洋產業 有一些 一樣東西是永遠不會成為西洋產業的 就是成為蠻圖 我鼓勵你 當你成為蠻圖 有一天 神真的呼召你 成為一個專職的蠻圖 你就會發現到 神原來在為我預備做一條數年的天路 我會說一遍 我會說一遍 你帶人帶到四五十個 現在要帶你的姻嗎? 只有你有辦法帶而已 是不是這樣? 你是不是要去做轉這個團土人 對不對? 你覺得想過這件事? 你要有一個儀雄 我最要鼓勵你 你要有一個儀雄 有一個儀雄 有一個天我要做天球教會轉這個團土人 有一個天我要去土生的地方 開哪一間教會 比現在天球教會更大 那間叫土生的天球教會 有人阿妹嗎? 有阿妹你手一下嗎? 我送你去喔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你要把這個抓住 你就會發現到 你尾聲下來的時候 你好像很有未來 我說一次 你要知道你有未來 在屬靈上面你有未來 而且尾聲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神的祝福跟恩典絕對不會離開你 神的祝福跟恩典絕對怎樣? 不會離開你 來 最後大家先看 我們看一下彼得前書 我們要結束了 第二章 你是一個門徒 你是被拣選的 你是一個尊王尊敬的什麼? 祭司 我們是一個 所有的門徒基地在寫 是聖節的什麼? 是國度 我們是要建造聖節的國度而來的 我們是 上帝的什麼? 子民 我們要做什麼工作? 信仰那朝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要信仰那主耶穌基督光明的美德 我期待各位 你要尾聲當門徒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個 vision 有個意象 有個看見 而且要知道自己是被呼召的 你坐在這裡 不是來玩的 而且你要相信你能夠為神做大事 Amen 有什麼問題? 火鍊 火柴 剛剛開始 倒起來 你知道嗎? 火柴開始要燃燒 我想利明有夠厲害 他就要開車回去工山 工山為什麼? 還開來 有夠認真 這就是 開始經過火鍊 要開這個爐 有照射到板燈 真的不簡單 來 有什麼問題嗎? 來 那麼 我給各位一個看見 我希望你把兩個禮拜的 把兩個禮拜的上課的內容 你寫了一個綱要給我 好不好 寫一個綱要給我 那麼還有一件事 就是上個禮拜我請各位讀馬可福音書 對不對 那麼這個禮拜我希望你一天讀一篇 只要讀一篇就好 不要讀太多 好不好 那麼你讀經 我不知道江牧師怎麼教你讀經 那我現在跟你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就會知道 即使讀經 江牧師教得很好 但是我只要求一件事 好不好 比如說你讀了馬可福音書第一篇 讀一篇 讀第一章 對不對 你很感動的地方 你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你感動到底在哪裡 他在跟你說什麼 來我再說一次 你每天請你交這個報告 來交這個報告 你要寫什麼呢 寫一下說 我今天讀了馬可福音書第一章 那第幾節 我只要最感動那一節就好了 這一節為什麼感動我 那請你把它背下來 那麼感動 他神在告訴我什麼 在向我訴說什麼 你聽我說什麼 因為這樣會幫助你背著很多信經 這樣會幫助你背著很多信經 感動的東西 就是上帝跟你說話 我們很希望上帝跟我說話 那不是這樣 那就是你如果沒有背信經 你沒有了解他的話 你永遠聽不到他說話 很多人都說神會跟他說話 我就問他說讀不讀聖經 他說他不讀 我說他聽的都是人話 那真的是人話不然是鬼話 真的是鬼話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好好的讀 我希望今天讀一篇到下個禮拜 禮拜天沒有休息 禮拜天不要休息 所以一個禮拜讀幾篇 不是讀六篇 拜託你讀七篇 那麼你不要寫 給我的那個報告 讀星的報告 不要每次都寫哈利路亞 拜託一下幫幫忙 你不要今天我很感動哈利路亞 你知道嗎 我知道聖經一百分 那你就會靈魂 比如說你翻過來第一章 第一章第三十五節 你讀看看來 次日早晨天會亮的時候 耶穌起來到礦野去 在那裡祷告 有沒有 來 你讀這個聖經的時候 有沒有很感動 對不對 你再看一次看 第一章的第三十五節 你讀一次來看看來 次日早晨天會亮的時候 耶穌起來到礦野地方去 在那裡什麼 來祷告 來 比如說我讀的這個聖經也這麼感動 對不對 我為什麼這樣 神啊我知道你要呼召我 天會亮的時候要起來祷告 你知道嗎 那我才知道 你不能說 主啊我才很感動我這一句話 你這一句話呢 就是 清晨叫千秒起來祷告 主啊我一定要打電話給他 因為這是神給他的話 拜託你好不好 那是神給你的話 你不要常常把這個話 把這個話 當作給別人的話 一定是神給我的話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讀經理把他 江牧師他所教的東西 你們一定要背下來 但是我跟你講的就是這麼簡單 你聽我說什麼 來 這樣就簡單嗎 一句就好 你有沒有一批 怎麼中操 你一天你會輸四五小時 你知道嗎 你不用 你一句話就好 這樣好不好 來今天是幾月幾號 十月一號 今天不是 我今天講的都是真的 好奇怪 我今天騙了很多人把我移動了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有夠多人玩 對啊 來 你會這樣嗎 好不好 來 再說一次 四月一號開始 就是今天晚上回去的時候 開始讀經 對不對 比如說 你讀到三十五節 神要呼召你 一大早就寫要禱告的時候 你就怎樣 要寫要禱告 OK 再來 第二個功課 你把這兩個禮拜的功課 重新repeat寫一下 好不好 把重點寫一下 第三樣 你一定要把我傳福音的八個步驟 怎樣 背著拱瓜那人手 而且必須把名單怎樣 開給我 所以下個禮拜你來的時候 請你把那個功課 就馬上交給江牧師好不好 把他交給江牧師好不好 OK 來 聽到嗎 我再說一次 你怎麼寫起來 你不要一直看我 對嗎 你怎麼一直看我 我會一直自戀 來 請你下個第一行 一天讀一篇聖經 第二樣 請你把兩個禮拜的課程 總合一下 第三樣 就是把傳福音的課程 把傳福音的八個步驟 寫一下 然後呢 把要傳的人寫在下面 你知道嗎 寫在下面 好不好 來 OK 這樣有清楚嗎 沒了解 請你老了 謝謝 謝謝